大家好 夏季呢 蟹爪蓝真的是特别的不好养 很多花友的蟹爪蓝呢 在进入夏季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 直接就剩盆了 然后就直接给扔气掉了 那么其实夏季呢 要想让蟹爪蓝能够顺利的月下 入秋之后能够顺利的恢复生长 那么我们在夏季 特别是像现在这个山伏天大家养护蟹爪蓝的话呢 最好就是做好这两控一防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蟹爪蓝就月下无忧了 那么我们做好哪两控 哪一防呢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控温 控温呢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给蟹爪蓝降温的视频 因为如果温度长期达到30度以上 那么蟹爪蓝的话基本上是很难存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降温措施 降温措施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种 那么今天我就不重复了 就是大家呢 一定要做好这个降温处理 温度的话呢 我们最好就是控制在30度以下 最好就是在25度左右 又是最适合它增长的温度 那么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要控水 因为夏季蟹爪蓝的话呢 它虚水量是大大的减少了 再加上高温高湿的环境 如果我们浇多了水 就特别容易积水难根黑浮 我们最好就是呢 在做好控水 就是等到盆土完全干透了 干到大概八九分的时候了 我们再来给它浇水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控水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要做好这一房 这一房的话呢 就是要防病虫害 因为这种天气的话呢 是特别容易自身病虫害的 而病虫害对蟹爪奶奶说的话呢 危害又特别的大 比如红蜘蛛啊 或者是一些啊 其他的虫害呀 再加上有一些病菌细菌的感染 那么蟹爪奶奶特别容易黑腐烂根 近节脱落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病虫害的处理 那我们就可以定期给它喷洒一些杀菌药 杀虫药 如果家庭不适合喷洒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在盆土里面撒上一点小白药和小粉药也可以 所以夏季 特别是三伏天 大家在养蟹爪奶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做好这两控一房 这样呢 蟹爪奶想要度过这个特别炎热的三伏天就是非常的简单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